大家好 这里是飞飞直播间 今天这个飞飞有志 这个无法来到直播间 今天是由我来代班 我是谁呢 我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魔王 也就是肖志宏 同时我也是今年的这个Hawik东区的 市议员的候选人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请来了 这个我认为是重的 在我心中是重量级的嘉宾 就是苏散朱 朱旭东 大律师 那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 谢谢 谢谢摩根 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也很感谢飞飞直播间 还有摩根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叫苏散 中文名字叫朱旭东 来自山东 是一位律师 在新西兰职业的一位律师 同时呢 我也在Full 也就是说 在Full区 W-H-A-U 是我们一个河流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在Full区呢 已经是地区议会的三届 算是元老吧 对对对 从2013年 我认为是很元老吧 谢谢 在2013年是第一次 被选上这个Full地区议会的议员 同时呢 从2013年一直在做地区议会的副主席 直到去年4月份的时候 我的工作实在是排不过来 所以我才让位给一个更年轻的 我们的一位同事来担任 所以呢 今年又是选举年 为什么又出来了呢 是这样 我呢 一个呢 是由于我的team方面的要求 因为我们这个Full区呢 是一个特别多元化 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首先说一下Full区 包括哪些地区吧 它是有Evendale New Windsor New Link Blockhouse Bay Green Bay 和Kelstead 也就是说呢 是一个中天西的 西区中部 包括也是中区西部 对 中天西相对于来讲 那么在我刚开始参选的时候 我第一次参选 地方议会的时候 2007年 2007年的时候呢 甚至到2013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的欧义的比例 都在70%左右 那么亚义呢 当时是27% 28%左右 那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这么有勇气 当时就出来参选 我的这个 可能就跟我移民来到这里的 这个整个的阅历上有关系吧 我在国内是做教师 在山东 然后呢 来到新西兰以后呢 可以说像很多的新移民一样 可能两眼抹黑 非常的不了解 这个方面的社会 然后英语呢 也不是很好 那就那个时候呢 就是感觉到 我也挥了一段时间 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那时候呢 就也是 就想我去做义工 我通过做义工呢 就能够更好地了解 这个社会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经验 就是说我们这个 当你发现自己 这个语言不好 担心自己语言不好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就可能更跟主流社会 这个远离了 你看反而这个朱旭东博士 没有 朱旭东律师 现在碰到的人 都是很 你好像给我一个 给我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我要去读博士 对 朱律师 你看这个完全是相反的操作 就是这个 我很担心我的语言水平 但是呢 我主动地跟主流社会去 服务主流社会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就我一直认为 这个跟去做义工 是提高自己英语水平 是非常棒的办法 是的 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当时呢 他们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讲 你会说广东话吗 不会 英语好不好 不好 那你就不要工作 为什么要说 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因为那时候广东话 就是说餐馆 对对对对 不管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说能够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那你广东话不行 就开除了 然后呢 英语又不好 你能做什么呢 那就是做一些义工 然后后来呢 正好我也接触到了2002年 2001年就开始 2002年就正好是全国的大选 那时候呢 我也在帮社区里面做一些选举方面的工作 也就这个时候就接触了 就是政治 自然而然的好像就 就觉得政治其实在新西兰 我们大家知道 它是平民政治 对对对 它并没有一个很高的门槛 对对 不是那么高大上 反而是一个很贴近老百姓生活 老百姓生活的 就是说你只要是愿意去参与这个事情 你愿意和你的这个族裔的人去沟通 然后愿意帮助你的族裔和 柳社会政府 或者国会议员 或者是部长 它都是平民 都是平民 它都是像一般老百姓这么 可以说是没有一点架子 对对 真的是你 随时你可以跟它去沟通 对 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觉得好像 买到新西兰简直就是一个 一个自由的国斗 对而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完全不同的感受 就感觉到好像 你只要愿意做 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是这样子 跟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是 这也是这个我们这次 这个22个 可能这个数量有点 不准啊 就是22个华人的 这个地方选举的 这个候选人们 这个大部分其实都是新手 相比您 就是说这个这么有 摸爬股打了这么多年 他们的经验是非常 这个有限的 但是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希望 能从年转上 能这个学到很多 这个大家学不到 之前还 现在暂时还没有的一些经验 那就是说我们 下一个想 我想这个代表新手们 问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的这个 如果成功当选之后 就是 在这个议会里面发声 肯定是要 就是跟主流社会的一些 比如说偏见 或者是一些阻力 进行去做斗争 那就说 你就是说在这个 就是您当选之后 在这个议会里面 愿不愿意为华社去 就是勇敢的去 发这个发些提案 那当然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 新移民的一个群体 那么在 我们也了解 华社的这些 一些问题 或者我们的一些诉求 就是自然而然的 会为华社做这些方面的 一些工作 和推进一些方面的 一些政策 你比如说 我是2013年 第一次选上 那么在2014年 我就推出 要有在这个Full 有一个Chinese New Year的 这样的一个庆祝 这个是华社 希望您去推的 对 华社 然后当时呢 我也是觉得 那么越来 在2013年的时候 就越来越多的亚裔 或者是我们新移民的 群体就增加了 刚才说2013年的时候 当时欧益是占到70% 70% 亚裔呢 占到可能是不到30% 那么现在你知道 我们占到多少了吗 不知道 现在呢 我们的亚裔 已经占到40.3% 就多了 欧益现在才40.7% 哇 差不多了 太平洋导义呢 就是说才28% 那那个毛利人 就是低于10% 然后还有其他的族裔嘛 所以其实我们在 整个社区 就在我们当地的 这个社区 尤其是艾文德尔和Newling 大家看到有很多的 新房子增加 那么这些新房子增加 卖出去 就是我们的新搬进来的 这些居民呢 他们都是新移民 新移民 亚裔的人士的新移民 所以非常的多 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我们社区来讲 就是新移民 亚裔社区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块 社会的力量 那当然我们就要 我有一些比较骄傲的 可以跟你分享 我在2013年以后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首先是2014年 推出来我们的 Fall Chinese New Year 就是新年加年华 这个呢 我们把它作为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每年都会举行 然后呢 首先我们的平台 是给华社 我们总共有十几个 你可以想象了 我们在Fall的地区 有十几个华社的社团 对对 我们这些社团 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极心协力的呢 就把这个在举办 就是从准备到举办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它搞定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舞台 对 那同时呢 第二点呢 就是又利用这个舞台 来展示我们华人的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庆祝活动 还有我们的一些传统 那么后来就已经成为 不仿是我们区了 西区和中区 甚至说 Montrosco那边的人也会过来 每年 Handerson那边 Maisley那边都会过来 当然是疫情之前了 我们是在室外举行 在那个Olympic Park 后来呢 因为疫情呢 就没办法 我们就改为室内 后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 就是毛利新年的这样一个活动 尤其是前面两年 那这个内容会有一些毛利元素是吗 会的 也是用这种平台呢 就是说 就是一个文化 种族 不同的传统之间的一种交流 那您在推这个东西 在议会推的时候 有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还好 大家都支持 那您推过什么 就是说 在议会里是有阻力的东西 但最终成功了 怎么讲呢 就是可以说是 第二个我做的一个成绩 这个也是非常令我骄傲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在2016年 就是第二次当选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到就是说 亚洲人士 新移民的人士 你在街上可以看到他 你在商场可以看到他 但是 真的是在 我们政府部门 要做这个consultation 就是说 要听取大家民众意见的时候 你见不到华人面孔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 那么这些 怎么讲呢 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 我们工作人员呢 就是说 他知道怎么和白人打交道 他知道怎么和Pacific打交道 他也知道怎么和毛利族裔打交道 甚至跟印度人也可以打交道 但他不知道怎么和我们华裔打交道 当然了 语言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 我们华人不往前去 他不参与这些公共的这些 政府的这些 尤其是咨询啊 意见啊 这些方面的这些程序上的一个工作 后来呢 我就想 那么如果那一天我走了 那么我退休了 或者是我不再参选了 那么这个我就希望能在我们的施议会当中留下一点 就是说 我哪怕你不去参与 但是呢 你也没有这个 真的有这个兴趣去邀请华人 或者跟华人进行 去咨询 去交流 但是你也必须要去做 为什么呢 我要把它写到政策里头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就在2065年开始准备 2016年开始做 两个 两个 我们说两个就是报告 其实就是 政策 就是政策方面的 就是Pacific 就是太平洋导义的 他们的一个 People's Plan 还有一个就是 Ethnic People's Plan Ethnic People's Plan呢 这里头就是涉及到 我们的well being 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 和睦相处 我们怎么样是参政议政 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意见 表达出去 让我们的主流 包括我们的当地议会 能够采纳我们的意见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法区确实这一点 做得很好了 我们是全国 今年已经涌现了 对 我们那是全国第一个 第一个 Local Board 有我们的Ethnic People's Plan 对对对 而且确实你看 这个鼓励了这么多年轻人 出来今年有四个 总共有四个华人 这个区议员 候选人在法区 是 包括您在内 是的 这个很厉害 这个我们其他区都是 我觉得尤其是您刚才讲的 我们今年有22位 可能创了一个历史先河 是的 非常可惜 就是说很好 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呢 是已经看到 我有机会 我愿意出来 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给大家 那就是说 现在就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开始来了 那就是说 你看我们今年 放区这个四个华人 那这个候选人 然后这个选民选票 在区议员能打几个勾 打七个勾 总共是七个 总共是七个 也就是说放区是要勾七个 是的 它是这样 在选票当中 大家拿到选票以后 它是有不同的类型的 首先呢 它是有一个市议会的 市议员 市议员呢 目前只有两个 两个候选人 你只选一个 对选一个 然后呢 23个候选人 你选七个 这七个呢 会进入地区议会 但是如果是放区的选民 它看不到的是 只能打七个 它要打七个勾 对 这个跟我上次选举 好像不一样 因为我们东区是打三个勾 你没有subdivation 对 我们是subdivation 我们没有subdivation 怪不得 对 那就说明这四个华人 其实如果有华人 想投华人票的话 其实并不算是竞争对手 可以的 那我就放心多了 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有 Portage Licensing Trust 就是属于酒牌的这个 所以我们呢 光复区 我们就有三块的 那您今天也选了这个 那现在据您所知 现在有华人去 去参选酒牌的license 没有 没有 看起来确实好像 不是很在意 大家好像 其实可能不了解 不了解 其实酒牌呢 对我们当地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相当地来说 它的钱呢 是酒铺啊 这些 它征收的这些 包括饭店 没有饭店 但是酒铺 包括那个酒铺里面 它是有一些 gambling machine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一个抗出风手的 一个问题 那就说 那你鼓励赌博 然后你把 但是呢 它这个钱呢 又用之于民 又把这个钱 又用这种基金发放的 这种形式 又给到 其实也很重要的 只是华人 对 这个这个 我建议您写一篇文章 讲一讲这个酒牌 对华社有什么 这个作用 这样的话 我确实有 我在这个当时报名期间 有朋友 这个参选的朋友 问我是不是 他要不要报这个东西 我说 我好像也不太清楚 我啊 也不太清楚 干嘛的 它很复杂 因为呢 它是 你必须要在它 有限的这个范围内 你居住的地方 必须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才可以报名 明白明白了 那就是 那我还想 还想问一个问题 您可能这个 这个 这次参选 是代表着工党 是的 我也是工党党员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我是independent 但是您是背着 叫我们用英语说 是背着工党的旗帜 或者戴着工党的帽子 来参选的 那么就是说 会不会有很多选民 问您一些工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工党的 国家的政策 甚至是工党的这个 这个市场候选员 提出的这个免费公交车 这个政策 有人问过您吗 会有人问到说 你是工党团队的 你是不是就是代表工党 甚至有的人挑战 我们说 是不是中央告诉你 要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其实是不是的 因为我们是当地的 我们刚才也 在节目开始之前 也讨论 就是说 我们的工作 其实不是那么高大上 说实话 我们解决不了 联合国的事情 我们也解决不了 国会的问题 也解决不了 比如说教育 什么经济 这种大话题 这些大的话题 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 很遗憾 我知道 尤其是很多 第一次出来选举的 就觉得我有这个热情 我愿意为社区服务 然后我会认为 我可以解决 好多的问题 比如说 我可以fix好多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们的工作 就是踏踏实实 实实在在的 给社区老百姓 摸福利 区域员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 对 我们属于是基层的 这种政治 相当于来讲 所以我们就是为 我们当地的社区服务的 政党的色彩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您能跟观众朋友 为什么公党要让区议员们 去带着公党的体制 我想说一点是什么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议会当中 我们说你参选 这是第一步 选上了以后 能够继续有效的去服务 才是最后的宗旨 对不对 那你在一个团队里面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一直从2013年 都是majority 就是说七个议席当中 我们占五个 我们自己团队的 可以占五个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团队想推的工作 会比较容易能够推下去 那么这样才能有有效性 我们说的推华人 其实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学华人 我们都愿意去鼓励 我们的华人 多站出来 然后为大家发声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有一点也是 你要知道 你推显出来的 一定是要有效的去发声 对对 这个有效呢 就是有几种的 这些方面的一些方面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首先呢就是 你要了解系统的操作方式 对 你要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在他的系统内 能够推动 推动你想要达到的 这些政策也好 是budget预算也好 还是你的项目也好 对不对 然后呢 其实还要比这个熟悉系统 还要基础的一点 就是他的英文要够好 对对 英文好 你才能跟大家能够 比较容易的去沟通 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一些 你社区里面的信息 传递出去 所以我们说呢 你推的是我们自己的人 但是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你要推的是要有效能够为你发声的人 对对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这个有效性呢 又再回到我们团队 你有五个人 在七个人的团队里面 我推出来了 你说我的分量够不够 我的推的力度够不够 肯定的 对对对是 看来这个还是有对这个组成团队参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于independent 要不然就打起来了 然后就什么都推不成 你对于independent的那个候选人 我一直非常非常敬佩 因为跟有团队的候选人来讲呢 independent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要多花费时间 多花费精力 多花费金钱 因为你就看 我们大家选民呢 一到这个时候 开车出去都觉得好像 满街都是那些广告牌 对对对 团队呢 我们就容易一些 因为人多嘛 对对 众人食材火焰高 我们大家就能相对比较容易的 把这些事情办了 对对对 你要是一个人 independent的话呢 你又想能够达到差不多的这种效果的话 你要多花很多的时间经历 确实是不容易 确实是不容易 对对 我也鼓励呢 就是说就是以后 其实大家可以考虑 哪怕你是independent 大家看看能不能有这种联合的力量 只要是我们能够达成共识 然后呢 理念也是相同的 我在东区看到有很多候选人 他表面上是independent 实际上他在跟某个政党 进行一个很默契的一个合作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CNR 对对 CNR 对对对 他是多次就会说 我们不是国家党 但是明白的人都是理解的 对对对 都是知道的 那City Vision呢 就是说City Vision跟 扛着Leber的旗帜 参选的人之间有什么 对 City Vision呢 它是一个我们说的是叫progressive的 也就是说是 它属于偏左 要更左一点 因为它是绿党的 它不是更左 就是progressive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比较一个 有进步的这样的一个 进步 那就是左 对 在我眼里就是左 它会包括工党和绿党在一起联合的 那就是说相比Leber的旗帜的 他们的这个政策 可能会更偏左一点 对于我们来讲呢 其实在于地区这个方面的选举的层面上 我认为工党团队出来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工党的一些principle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 每一个参与工党的人 他会以什么样的宗旨 他是有价值观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有合作的一个层面 你比如说我们首先 我们不会去卖公共的设施 和公共的资源 这些价值观 就是说很多地方事务的价值观 其实是跟党派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 其实大家你知道 西西安这是一个平民的一个政治 一个社会嘛 大家谁都可以加入任何的政党 为什么你要被这个政党所吸引呢 就是因为你觉得它的价值观 它的政策和你的人生观 是相符的 跟你的理念是相符的 那就是说你看这个 据我所知啊 这个华社中对工党有很多的偏见 那就是说包括这个 我们这些带着工党旗号的这些候选人 这个有可能会被 这个比如说被歧视 或者是被这个问到一些这个工党 就跟自己的这个选举没关系的一些问题 那就说您是怎么这个 跟他们解释的 就是说这个 怎么向华人 就是尤其是对工党感觉不好的那些华人 来拉到选票 你比如说 我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那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话呢 我是我是minority 因为大多数的人是选国家党 那么经常我们在lunch room里面 也会做这方面的一些讨论 那我最后就会讲 那我们就拿数据来说话 我们拿历史来说话 那你比如说 对于我们新移民的这个背景来说 首先我们说 是第一个开放留学生市场的过程 这是公党的 第一个把原来的 以人种为基础的移民政策 改为大分制的这个移民政策 这是公党的 因为你开始了有了大分制 我们这些非白人 才公平嘛 少数民族 我们说的少数民族 亚裔人口 才能够进到移民进来 对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从两千年之后 大家都看到了 大量的移民过来 不管你是留学生也好 还是投资移民 还是创业移民的来得也好 那么真正的信心上荣 其实我两千年来的时候 很少有华人 很少有华人 能够在银行政府部门工作 对对 但现在你看 华人可以说是遍布了 整个的大街小巷 各个层面的方面 这就是人头税 人头税的这个道歉 包括跟中心建交 包括FTA 我们说的自由贸易协定 包括什么呢 留学生能够上完学以后 能够自动的拿到一个 open空间去找工作 这都是 这些东西都表面上看 是一个就是说 政策正确 或者说跟经济没关系 但实际上确实对 这个新城市的经济发展 起到非常大的不重要 你就比如说 留学生当时在2003年以前 就是出现了一个 寄生蛋诞生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留学生毕业以后 想留下来去找工作 你说你有work visa吗 那你没有工作给我 我怎么拿到叫work visa 对吧 那这又出现了 你要没有work visa 那我就不会给你工作 就是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 后来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牛邻当地的国会议员 David Conley 当时做移民部长的时候 我们当时把这个事情 给他告知他 以后呢就说 你这个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为什么呢 留学生在这边 他已经在这里 至少待了三年了 他呢 甚至说时间更长 他要学语呀什么的 他对新西兰的整个的政策 他已经了解 在这个社会 已经生活了好几年的时间 那么他也比较能够 很好地去融入当地的社会 比起完全没有来新西兰过的 新移民来讲 他会很自然地 融入社会 能够很自然地 就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所以确实 那个时候就 他采纳了这个意见以后 就是只要diploma毕业以后 他就给你一个半年 六个月的一个open空间 让你去找工作 后来就延长到了 十二个月的open空间 对 现在你才看到 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 有多少国际留学生留下来 以后在这个新西兰这边做贡献 同时你把他的父母带过来 然后在这边安居立业 在这边做生意 越来越好 其实已经现在 已经成为新西兰的中间力量 对 然后我还想问您一个 这个偏个人点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个可能很少 有观众朋友知道 这个区议员 其实是一个partum 是的 然后呢 那就说明您还是有一定时间 去照顾您的 这个比如说律师的这个事务 那您觉得这个 区议员的工作 和这个律师之间的 这个工作互相之间 有冲突呢 还是有这个 互相促进的关系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么区议会呢 他一般来讲哈 除了你讲的有subdivision 一般就是有七到八位 是吧 七到八个member 就是议员 其中呢 到时候选上以后 大家会再推选一位主席 一位副主席 主席的位置呢 是fulltime的 哦 那么这个薪水 关于薪水呢 都是公开信息 你可以去查 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那么fulltime呢 也就意味着有fulltime的收入 你比如说在我们full地区呢 我们的主席呢 大概是在八万多块钱 年薪 副主席呢 是在不到五万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他自然就是一个 partime的工作 那么其他的议员呢 就是在四万八 好像四万八 哦 他是看 按人口的总数来 对对对 大的区呢 他的工资相当来说 比较高一些 像你们Hawake那边呢 我认为他可能 工资就会稍微高一些 哦 没有问过 你可以查 在西西兰这边 所有的这样的信息 都是公开的 那我呢 从我来讲呢 就是说 可能要回到 我为什么要去学习法律 我来到这以后呢 和很多的新移民一样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而且呢 有很多的语言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对认知的 就是整个系统方面的一些 不了解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去做一工 然后去找工作 我在 面包房间刷过盘子 在那个 Sky City 大家都不容易 Sky City也做过那个 Black 就是发牌的 发牌员 然后呢 后来也在这个 Landry那里也去做过这些工作 后来就是 我也比较幸运嘛 就在Work-in-Camp找到工作 后来又在Land Transports New Zealand 又在ACC找到工作 那时候已经很稳定了 我当时就觉得呢 我还是有一种苦恼 就是觉得 虽然我的同事都讲英文 都是有不同族裔的人 我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大家一起工作 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 Outsider 不是 我还是一个 一个局外人 对 这个应该是 几乎所有的 一个边缘人 就是好像 我不是主流社会的一员 虽然我们也 我们也自己也说 我拿了护照以后 就可以叫 你又KV了 我就是KV 但真的是一种 无形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屏障 对 你真的过不去 这是一种 文化上的一种 一种 合合 后来呢 就是说 因为我在这边参与政治 然后有很多的 朋友呢 也成了我的Mental 就是我的一些导师 当时就 我就跟他们谈到 这个方面的问题 他们就讲 那你想更好地 了解这个国家 了解这个系统 社会 那你其实有一个 很好的办法 就是去学习法令 去学习法令 因为它是个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 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而且呢 大家也都知道 尤其是在美国 美国的总统 有很多的从政的人员 都是从法律 都是律师出身 然后在新西兰 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就想 那我就去 去学习法律 然后后来就 把ACC 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就把它辞掉了 然后回到澳大 去澳大法学院 去读的法律 然后后来 毕业以后 就是做律师 那从我的角度 就是 这是我为什么 去学习法律 在工作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法律工作 和我的社区服务这边 是相互相成的 因为都是服务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 很多的 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客户了 也是因为 我在社区当中 给大家服务 积累了一个口碑 大家也看到了 我的超年服务的这种 心态 或者是服务的这个态度 对 还有 对 这个也是大家都看到 也都慢慢都熟悉了 然后呢 很多的人就说 你找律师 肯定要找一个靠谱 靠谱的 大家说这个信任性 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确实有很多律师 就是比较这个黑心 可能这个用的词 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真的很幸运 也就是说 我在01年以后 在社区的工作 给我积累了一定的口碑 我也更了解 我们新移民的一些诉求 在法律上 我也会给他们提供 相应的 比较适合他们的一些工作 你比如说 我现在主要是做的是 一些诉讼 一些纠纷 包括呢 就是家庭方面的一些 家庭采产风格 包括帮你 做形式诉讼 我 我唯一不做 就是形式诉讼 对 形式诉讼是 以后有时间再给你聊 对 其他的 那对于我们华人的这些方面 文化上的一些操作 你比如说 夫妻两个小两口 来到这里 以后在这 暗距离夜结了婚生孩子 那就存在一个买房子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在中国的这个历史观念 当中 就文化观念当中 那孩子要买房子了 要结婚了 那父母给点钱 来资助一下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那么在我们经常 几乎在每一个案子当中 都会要碰到的是 父母的这部分钱 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属性 它是一个赠予 那赠予赠予了 你就不可以再要回去 这就成了 自然就成了一个 夫妻双方共同资产 那么还是第二点 它是一个债务 那么债务呢 那就是你要还的 还有第三个 就是一个家庭共同投资 这个trust的这种方式 对 包括现在让我们华人的案子 把新西兰的法官 都已经给他教育的很好了 从文化的这个方面 也有更多的了解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 我的移民的背景 如果我没有社区服务的背景 恐怕我就不能够 很好的能够给我的客户 就是法律方面的客户 能够提供最实际的帮助 还有一种很明显的 就是很多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很多的诉讼 比如说employment这个诉讼 就是文关系上的 尤其是在这一次 我们所谓的大赦之后 出现很多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就是员工和雇主之间 出现了矛盾纠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 尤其是我们最近呢 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大赦之后 出现很多这方面的纠纷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员工和何老板之间的纠纷 那么有些呢 我们自己是 在我们自己社会当中 我们是知道的 在员工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跟老板 是有一定的交易的 有一定交易 甚至说有拿钱来出来 买这个交付的这种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 暴露给移民局 或者是由于法律诉讼 这个这样的一个这种途径 然后暴露给移民局 在这种情况下就认为 其实你双方都是有问题的 有造假的行为 那自然而然也就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员工去申请 移民的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它出现造假 双方都有这个造假的行为 所以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社区的 这种背景的话 那你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雇佣关系的纠纷 来进行打官司 那反而可能会给员工 造成一个比较长远 对他移民会有影响的 这样一个后果 对他不利 所以还是回过来 我就觉得法律的服务 和我们社区的服务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那看起来确实 这个律师家 这个区议员的这个工作 还是挺理想的一个组合 那您觉得这个区议员 还跟什么职业 这个组合在一起 是可能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就是经常 我现在也是很喜欢去分享一些 我的一些体会吧 我的一些经历 包括我也做一些mentor 在奥克兰尤里博士 我也会做一些mentor 包括我们的一些 少数民族的这样 其他的族裔 年轻人的这样的 这些机构呢 我也去帮他们做一些mentor 相当于是年轻人导师的这种性质 也是提到就是 你对什么感兴趣 比如说法律呢 它并不是说 所有学习法律出身的人 就一定会做律师 大概总数的 也就在70%左右 30%的人他做什么的呢 一个就是最多的 我们看到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做政策 就是policy方面 或者呢 还有做外交官的 这些非常多 那么再回到 就是在地区议会这个方面 还跟什么样的工作有关系 再来就是政策方面 对政策 那么还有政府的一些管理 你可能做了 有了这个方面的经验以后 你可以转行 可以做其他的 比如说去政府里面工作 然后又很多很多的工作 其实跟社区的发展 是有关系的 那像社工可以跟他有关系 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对 那教育行业呢 跟他有关系吗 教育行 其实都可以 我们在Handerson那边 有一个Will Flewell 他就是一个教师 他是中学教师 后来呢 就在他做这个 这个议员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看见他的变化 就是他又去读了Master 又去读PhD 他现在刚刚还拿到了一个 Full Bright Scholarship 要去美国去读 去读个博士 对对 其实这些有很多的 有很多相通之处 那看起来 这个我们这个华社中 这么多的这个 比如说律师啊 什么这个教师啊 等等社工 这些行业 其实都可以出来 尝试尝试 像我们这个前辈 门 你把我说老了 前辈门 这个只要是有经验 三运行必有我试焉嘛 这个像我们的老师们啊 这个多多学习 学习怎么样去 融入这个社会 怎么样去 这个把我们的这个生活 这个职业 还有生活的这个经历 把它联合起来 那去参证医症 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啊 这个参证医症 其实并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么 可怕或者说神秘 对是的 新西兰这边 真的是一个平民的社会 对对对 每个人你只要是有心 你愿意去服务 你都可以参与进来 再一个呢 我也跟我们区里面 其他的人也是 或者是其他年轻人 就说只要你有问题 你愿意跟我交流 我也是很愿意 和你一起交流的 对对对 感谢苏莎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